小孩子決定要開班授途教武術了 現在你的五個學生 已經蹲好馬步了 請你指證一下他們的姿勢吧 你 你看你這邊都笑不出來了 不要再攻... 那邊有幾個蹲不住喔 你這個胸前不太好 你這邊不會太前面嗎 你這個要在後面 好 你在亂教吧 沒有 不是 因為有些人會蹲到 就變這樣 你應該是要平的吧 等一下會有五處尖叫 你是現機吃豆腐吧 我而已... 五五叫男主角不要煩他 我這麼小心 你...坐在椅子上還沒 你腿好短喔 你腿好短喔 現在是這樣 好 歡迎我們明星大體直立的 不好意思 這五位聽說都學過舞 對 然後當中比較可信的 我記得是胡雨薇來 第一次來康熙就說過 他是學舞的 所以大概是真的 然後Jimmy因為來自名門世家 所以洪金寶先生應該是 他拿這個招牌 應該是可以證明他人 對 我們相信他是習武之人 那個阿瑋不是跳舞的嗎 我有在學啊 其實從小到大 習...跳舞呢 是我之後另外開發了一個路線 我們很久沒有見面 你怎麼講話 不太一樣 不太順 不太順 你為什麼突然變那麼路人啊 真的假的 是不是 是不是少了其他弟弟的關係還是 你的意思說 他在很多人欠托底下 會比較有明星光環對不對 因為他現在跟那個木樁 是一樣的高度耶 就是整個你知道氣勢好像 沒關係 我們今天有香港貴客 所以會幫你平反 因為棒棒好像在香港非常紅 然後班傑的服裝你覺得 這好像是魔戒吧 對 那一類的 那個老師啊 這不會是你真的衣服嗎 Master 對啊 是真的衣服啊 是他每天都這樣穿耶 真的假的 所以你說很驕傲 你胸前有一點毛 很驕傲 今天他們五位來呢 是因為他們都練過 號稱練過武功 不過克帆兄 你為什麼穿得像騙子啊 我是十一一問那個 就這樣穿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習武之人 也成名為重心 好 你們五位今天要接受一點 那個專家的檢驗 因為我們今天有很厲害的人 來現場了 好 香港兩位明星 歡迎你們 出生於武術世家的杜宇宏 武術比賽的常振軍 擁有帥氣外表的他 2007年進入演藝圈 第二位系列的電影 都可以看到顧宇航的武打演出喔 顧宇航手上抱了一個 練拳的木裝 這個是永春拳專用的木裝是嗎 對 這個不是 另外還有一個是專用的 你手上那個 怎麼感覺是在 為什麼 哪裡 就是男生收到這禮物 你很高興嗎 好像在... Dancy 就是你練拳練到某一個部分 會害羞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是 所有的練舞的人都玩的 還是只有... 永春 只有永春專用的 沒有人練過這個嗎 這個沒有 那個滿難的 其實永春好像一開始 要練到可以打舞 你不是練過永春拳嗎 我有跟他們學過 對... 這位杜仙當過的老師嗎 我去香港跟他學過 他應該不記得有過你學生 有啦 有 他很用心學的 你記得他 記得 所以你會打木裝喔 不會 因為他就是師父要慢慢 要跟你練到有一定的水準 他才會讓你打 一步一步來 所以打木裝有一定的流程是不是 對 先學了拳然後 有幾個拳法學完之後 再學木人裝要好一些 好 杜宇航先生其實得過很多大獎 有代表... 有參加亞運的全數比賽是不是 對 亞運會代表 代表香港去亞運會比賽 是長拳冠軍嗎 世界長拳冠軍 所以長拳的意思是 比起... 就那個區別是吧 是他有腿法 跳躍 還有那些打那些比較多一些 所以比賽要得到冠軍 是要表演的成分比較多還是 對 表演成分比較多 要好看比較重要 對 所以你如果有心的話 可以把一個人打死嗎 所以我練... 就算阿瑋有心也可以把一個人打死 我就說平真正的功夫 不是說亂打喔 這真的是打到什麼 譬如說招招致命 你說如果在夜店 跟人家起衝突的話 杜宇航有沒有辦法 一招就把人家制服 譬如說五個流氓 這打算是要亂打你 可是你可以就是 真的用功夫制服他 對 可以啊 可以 可以的 出來 那現在... 那你就叫五個人圍後 對... 好 另外有位大美女在 好 陳家環小姐 歡迎 模特兒出道的陳家環 為了擴展自己的演藝之路 而練舞 一生好功夫的她 可曾獲得香港公開 武術錦標賽銀牌喔 陳家環本來據說是要當模特兒 可是也是被要求練舞 然後練舞練了兩年 就得到了武術比賽的亞軍喔 對啊 那個其實是師傅跟我說 試一試你的實力 你去參加比賽吧 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去參加 然後很幸運就是拿到那個銀牌 所以比賽的時候 是需要跟別人對打 還是說你自己弄一套 不是 也是打那個套路 就是打好像一套拳 我們站著然後打這種 你們這邊有人參加過武術比賽嗎 選姐比賽 所以Jimmy第幾名 我是全姐 所以沒有... 沒有第幾名 就是... 這是進去打一個人 然後... 你是真的對打是不是 是 他是打 然後是有全路嗎 還是說亂打一套 就是有... 這是有... 什麼叫亂... 你說進去歐朝 什麼 沒有 這是有... 有戴那個頭盔 然後有... 就是Boxing 然後之後國籍那些 不以為也參加過 有 就是在美國的時候 就是參加那個美國的 參加那個比賽 然後贏了就是大概十幾個獎品 不是獎品 就是獎金 然後什麼獎品都有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到第十三名都有 你們都看了葉溫了嗎 有... 可是你們都沒練過詠春嘛 所以你們... 我沒有 練過一點 你有一點 所以詠春的精髓是什麼 短距離 短距離是 可能兩吋或多少吋之內 你就可以發一個 類似那種 勁道那種力度 有公司是長距離的嗎 你那麼遠怎麼打 長拳呢 還有 可是那麼遠你是 真的遠 長拳不是那麼長吧 對啊 所以 他剛剛講的泳圈在 對 對